大家在足利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在是星期一七月一号,感谢赞美主!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大家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 我们要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要永远延伴着主耶稣, 我们要永远走真一路, 我们要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到永恒。 而且我们要每天陪伴着主耶稣,远远地陪伴着主耶稣, 陪伴着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赞美主走到永恒。 好,那我现在就,那今天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昨天星期日六点三十号的看到的异象, 以及听到的声音,感谢赞美主!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七月一号,那我们这边是凌晨三一一, 三点十一分凌晨,那东方那边已经到下午两点十一分了, 感谢赞美主! 我们继续努力! 好,那就进入今天的灵命之乱, 看见以赞所书第三章,其实是从十二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很喜欢多读一点。 因为这毕竟是上帝给我们的道,给我们的话,给我们讲的秘密。 那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保罗写给以赞所教会的。 那保罗当然充满着聪明智慧,是从主而来,从天上而来的聪明智慧。 其实保罗很多没有写说,他看到异象还是什么, 其实我相信他都有看到异象,都有听到主跟他讲话, 圣灵在教导他,所以他知道这么多的奥秘。 好,那第七节开始,上帝运用大能赐给我恩典。 要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之前对圣经以前的以色列人的圣经可以讲是Torah, 这些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其实在弊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爱上帝的, 但是不过不知道,不相信,说主耶稣真的是从阿爸父那边来的。 好,这边讲到,上帝应用大能赐给我,就赐给保罗恩典。 叫保罗成为福音的使者。 那第八节,保罗说,我本来比最卑微的圣徒还卑微。 我已经讲过了,保罗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 然后却蒙上帝是我这个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 测不透,人看不到,想不到的风符, 风符就是abundant riches,传给外邦人。 传给我们这些非犹太族。 让全人类就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所拥有的, 传给我们这个外邦主。 那第九,让全人类都可以明白到, 世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上帝里面的奥妙。 创造人类这个万物的上帝,自从创造世界万物这些, 到现在都把一些秘密把它隐藏起来。 那现在呢,就要给大家明白的知道, 上帝的秘密是什么。 那是保罗在两千年前讲的话, 但今天也是一样的,神有很多很多的秘密。 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项神启示给我们的就是, 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 而且很多都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过的话, 更不用讲到那个旧约, 其实是从旧约到新约, 新约了又回去旧约啊, 一直在撞啊, 在撞当中呢, 主一直在教导我们他的隐藏的秘密,奥秘。 第十节,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保罗说, 目的是为了透过这个教会, 就是基督徒透过教会基督徒, 让天上的执政者, 执政者跟掌权者, 现在可以看出, 看出上帝丰富的智慧啊。 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 可以说是天经啊, 这些掌权的, Heavenly being, 就是天上的执政者啊, 或者掌权者这些啊, Heavenly army, 或者是angel, 天使们, 还有四个导老, 这些啊, 都可以看到上帝丰富的智慧。 十一节, 这是上帝往事以前, 这是上帝往事以前,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 定好的计划, 就是他没有创造人类之前, 已经定好的计划啦, OK? 已经知道了人类会败坏, 当时上帝呢, 有一个拯救的方式, 就是主耶稣就是上帝, 来到世间做人, 来救赎, 给世人这个救赎的一个机会, 一个新的生命。 那十二节, 当然这个是一定要有相信, 要信靠, 就好像比如说今天, 在一个家里面, OK? 孩子们都不相信爸爸妈妈, OK? 或者是爸爸妈妈不相信孩子, 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上帝就给我们训练, 我们有这个信心, 就是对我们的阿爸父, 对我们的主耶稣, 对圣灵, 对天上的, 对三位一体的上帝, 以及他的话有信心, 对神的道有信心, 那神当然能够相信, 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人家常常讲的就是说, OK,我们讲, 我们可以相信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 但是我们的上帝能够相信我们吗? 所以我们经过这些试验, 神已经提示给我们说, 这是一个试验, 就是看我们的信心, 就是每一天训练我们, 把我们的信心练得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漂亮, 所以, 我们为什么每一天都要有这个灵密自然? 每一天为什么要神的话? 为什么每一天也要祷告? 为什么每一天也要赞美? 每一天紧紧的跟随着主耶稣, 听祂指示给我们的意象, 给我们讲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当中之前到现在, OK, 我之前是一个非基督徒, 然后成为基督徒, 就算我的家人, 包括我的家人在内, 那今天应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要我们练我们成一个圣徒啊, 圣者啊, 你可以想象到圣者, 不是说从不基督徒都是圣徒的啊, 你可以看他们的生活上, 有没有走真一路, 他们所作所为, 是不是荣耀上帝啊, 还是荣耀自己的肉体, 还是荣耀自己在世间的欲望啊, 对不对, 所以, 大家, 要记得这些时间来, 神在训练我们, 信我们最大的福气, 神给我们美好的计划, 神给我们的荣耀, 那十二节, 也就说, 保罗说, 我们靠着, 靠着基督, 借着信心, 他可以躺然无惧, OK, 信上帝, 啊, 啊, 我们靠着基督, 靠着上帝, 相信上帝的话, 可以躺然无惧, 就是可以, 不用害怕的, 毫无疑虑的, 来到上帝面前啊, 啊, 就是说, 我们, 靠着主耶稣, 靠着基督的道, 靠着神, 其实给我们的, 带着这个信心, 的话, 我们就可以, 不用害怕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没有疑问的, 来到上帝面前, 还有十三节, 保罗说, 所以呢, 保罗说, 所以我, 我就是保罗, 请求各位, 不要因为我, 因为为了保罗, OK, 保罗因为受了很多痛苦, 被关在监牢里面, 而且所受的也不是简单, 你可以想上那时候, 什么都要走路, 什么都要经过, 啊, 啊, 暴风雨啊, 这些, 所以不要因为他的受苦, 而, 而,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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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上就是说, 悲伤痛苦, OK, 因为这其实是你们的荣耀, 就是保罗说, 我的受苦也是基督, 受苦也是基督受苦, 保罗受苦以前的死者受苦, OK, 还有, 大概我们, 受苦的话, 就为这个福音受苦的话, 就为这个福音受苦的话, 其实是我们的荣耀, 是我们这些, 听神的道, 跟着神的道, 这些人的荣耀, 感谢赞美, 好,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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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福音之良呢, 我就, 就讲说, 传道, 传道人的工作啊, 目的就是去传福音, 在基督里面传福音, 是人, 把一个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 哈, 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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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讲到说,呃, 也是圣灵的感动, OK, 在以福福说第二章第十八节, 那仿事不能够到神面前的, 都是失去, 呃, 呃, 就是, 就是失去这个机会沉沦的人, 哈, 帖撒罗尼连加厚书第一章第八九, 八九节, 那我们既然谋了这个恩惠, 就应该存着诚信跟充足的信心, 啊, 五句的来到上帝面前, 对不对? 耶和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OK, 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 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的起敬, 耶稣所说第三章十四节, 每个信徒都可以向神呼叫阿巴父,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因为已经是祂的侄女了, 不要再惊怕, 害怕, 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可是有些信徒啊, 却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只不过是几分钟就完毕了, 而且并没有真正的来到神面前, OK, 还不得讲到几句话就讲阿们, 打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跟神在讲话, 只是好像是在空中, 空气讲话这样, OK, 我也接下去, 接下来讲说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不见到神面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脆弱的基督徒, OK, 就跌倒的基督徒, 然后灵命必定孤刚, 他的灵命必定孤刚, 必定感到空虚啊, 烦躁啊,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我们呢, 必须来到神面前, 有迫切的祷告, OK, 就信心靠着圣灵呢, 相信的来到神的面前, 要记得大家祷告的时候, 你要以心灵来祷告, 要以你的心灵诚实来祷告, 就是你的头脑, 你的心跟你的嘴巴要合一的来祷告, 就前几条, 好像昨天是前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个人的见证, 好, 接下来, 而且并且要等候他, 要等候上帝, 就是圣灵跟我们讲话, 就是祷告之后, 阿们之后, 有时候就静静在神面前, OK, 等候他, 思想阿爸父的爱, 思想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OK, 你就思想思想, OK, 想着的时候, 慢慢的你就会听到, 我们的上帝跟我们讲话, 突然间叫你, 叫你的名字, OK, 哎, 什么, 到我的脑海中, 我有一个人在叫我的名字,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 好, 接下来说, 让他的同在, 让上帝的同在, 顺顺的印在我们里面, 祷告之后呢, 依然觉得没有离开神, 因为神每天27都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要感觉到, 他没有离开我们, 时时刻刻都跟着我们一起, 仍然, 祷告之后, 仍然觉得也跟神同在, 活在他面前, OK, 我在他里面, 我在他面前, 好, 感谢赞美酒今天的灵命之达, 谢谢迪迪华, 还有一个我一直忘记的, 就是说, Kelvin的见证, 昨天我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 最后那边我记得他的见证, 非常好的见证, 我非常感动, 而且我非常欣赏他的见证, 就是神奇事给他的, 那我昨天是这样, 本来要等Kelvin, 他会把, 其实他还有第二段, 然后我, 好像昨天前天嘛, 他有打电话, 说他又在做差不多一样的, 看到一样的情景, 那我就说, 你第一段跟第二段就把它结合, 然后成一个video, 成一个audio video, 那我可以伸给大家, 那因为等他, 他还没有做出来, 那我就想说, 我很紧张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伸给大家了, 所以昨天就伸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很紧张, 要大家听到这个见证, 就是我们被提之后, 这个世界会经过天灾地浪, 我最怕的就是疾病, OK, 当然有地震, 很大的地震, 有这个heat wave, 就是你看, 你看现在法国, 法国这几天它的温度是45C, C就是C, OK, 就45度, 马来西亚很热的时候, 就是35吧, 就已经很热了, 通常是33这样, 那在法国就是45度, 是非常热, 很多人都会热到死掉, 因为中暑啊, 这些西方国家人, 他不知道什么是中暑这些, 那我们东方人还会知道, 说要花沙这些, 要, 那还有印度呢, 印度啊, 这几天如果没错呢, 印度的温度是到多少, 是50C, 是50C, 是50度, 马来西亚是30, 30C, 它是到50, 50, 大家说, 哎呀, 那只不过加了十几度, 我跟你讲, 加了一度就不一样的了,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 真的很糟糕, 现在, 很多地方, 那要记得, 第二世界的末了, 最重要就是用火来烧, 火烧, 之前挪瓦的时候, 是水淹没走世界, 那现在呢, 这个末子呢, 是要用火烧了, 什么火烧, 火烧爆发啊, 地震也会弄成火烧啊, 对不对, 森林的火烧, 而且温度的高, 所以高温这些, 就是引起火烧了, 而且, 更不要讲到大战争, 所以我们一直还是, 希望说没有战争, 就希望, 快, 被击快快来, 那这些灵秀们就知道, 不可以战争啊, 虽然很多人在街上示威啊, 这些东西一定有的啊, 因为很多毕竟是, 非基督徒大多数, 99%的人都不是基督徒, 那他们的所作所为呢, 大概那时候没有得刺啊, 水也没有清洁的水, 所以他们认为说只有政府能够做, 所以他一直要示威, 一直要搞乱这个国家, 一个国家, 就不要讲到有些国家, 因为他们的邪恶, 他们就继续的攻击别的, 比较小的国家,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赶紧走啦, 整个世界才会有救恩, 每个人才会有悔改, 那被提之后就是有这个审判, 审判就会带来悔改, 悔改就带来这个救恩, 所以大家, 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啦, 好, 那我进入看到的意向, 那就是, 可以讲前天看到, 还是昨天昨天, 应该昨天, 我谁之后看到, 对啊, 应该是我谁之后, 还是我谁之前, 有看到, 当时因为没有地方, 我就不放上去, 就看到主义书的手, 大拇指跟最后的第二个手指, 然后又有两个手指上来,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去找华人的这个手语, 这个手语是代表七, 代表七是华人的手语, 华人的手语代表七, 很多时候神是用华人的, 所以之前我就找西方人的, 就不配合很多时候, 因为我毕竟是华人, 不管你住在哪里, 马来西亚, 还是在加拿大, 还是是华人就是华人, 在神的眼里你还是华人,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是华人, 好,接下来, 还有一个, 接下来是这样, 我用我的手照这个照片, 如果没错, 用我这个手照这个照片的时候, 照了之后呢, 他突然又有另外一个照片出来, 另外一个照片是生亏色的, 我昨天讲错了, 我讲到这个journal, 其实不是真的, 是这个手是七, 这个手是七的时候, 然后就另外一个照片出来, 是深灰色的, 深灰色, 然后他又不见了, ok, 差不多有三秒钟这样, 不是一下子是三秒钟这样, 他又不见了, 我回去找又找不到了, 那之前呢, 之前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点, 就看到这个灰色是比较浅的, 那昨天就看到了, 非常比较深的, 凌晨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怎样讲, WhatsApp之后还在做, 那边我就看到这个雅各的楼梯, 雅各的楼, 就像照片给大家看到的, 照到的, 那个雅各的楼梯是一样样的, 但是现在是在我的面前, 在我前面的前面, 嘴很近很近我了, 好, 只看到差不多上四个, 上四个台阶吧, step上四个而已, 好, 接下来呢, 看到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呢, 其实刚才凌晨1点29分的时候, 我也看到一样的时钟, 但是这个时钟已经很近很近我了, 但是我不记得很清楚, 是不是讲到7点30分, 就是76, 很近很近我, 因为我突然就醒来, 就看到异想, 然后看到这个时钟, 失钟了, 就看到大大大, 就是大日子大日子大日子, 就是大大大大, 大是big, 那这个时钟, 刚才凌晨1点29分看到, 是很近很近我, 那这个昨天凌晨呢, 看到是还有能够看到整个时钟, 真的是时钟哈, 不是画的, 是真正的哈, 那刚才看到的, 是没有看到整个时钟呢, 只看到, 看到三分之二了, OK, 感谢赵梅9, 那我一直问神是不是76啊, 76, 后来我就听到他讲说是是76哈, 刚才在温序的时候, 看到这个时钟里面讲是是, OK, 因为我说是不是跟刚才看到的一样, 他听到声音说是, OK, 是真的声音哈, 不是说自己, 呃, 是不是, 呃, 不只是聪明智慧, 是真的听到声音, 当然, 这个声音我知道是圣灵的声音哈, 当时很小声, 当时可以听得到了哈, 所以你跟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神的声音就会越来越, 越大声了, OK这样这样, 好, 接下来我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OK, 或者圣灵的手, 他, 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说圣灵跟主耶稣, 他们当然是合一的啦, 合一, 所以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是主耶稣多少, 圣灵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OK, 那, 那, 当然有时候, 他看到这个手有一点不一样, OK, 当时可以讲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 是三位一体的三立, 就看到了三根筷子, OK, 一根在上面, 两根是比较近我的, 就说一根, 啊, 就要完了哈, 那时候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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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凌晨三点哈, 所以还有一天, 要走啊, 才到最后的两根了, OK, 他后来神跟我讲是, 呃, 上面一个了, 就要不见了, OK, 就剩下两根了, 那大家看十九那边也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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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了, 就是两根了, 就是六天了哈, 就是跟我们讲说, 现在剩下六天了, 好, 第四那边, 呃, 就看到,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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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指就是上, 就是被提了哈, 就是说, 被提上去到家, OK, 被提上去到家, OK,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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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那边, 就是这样, 我在听着, 因为我还是会听世界新闻, 每一次听到世界新闻, 我就可以欣赏到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呢? 知道说上帝现在还在活, 就是现在地囊还没有真正的爆发, OK, 就是, 就是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也希望说远远不要爆发到, 呃, 呃, 不可收视的地步, 就是一直祈求神, 其实每一天看到这些新闻, 还能够忍得住, 忍得住, 我就非常,呃, 呃, 感恩, 知道吗? 其实我看世界新闻, 我都是充满着感恩, 真的, 我就在欣赏上帝哈,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听, 而且第一次, 啊, 用来祷告, 就是, 呃, 为世界, 光心世界,啊, 光心人, 而且当然我也光心神啦, 神毕竟是照顾我们世界每一个人, 对祂都是重要的哈, 好, 那, 那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 我眼睛闭起来就看到这个十字架, 很大的十字架, 就好像我画的, 整个画面就差不多一档啊, 一档以上就是这个十字架, 亮的十字架啊, 所以, 啊, 十字架的荣耀, 好,呃, 刚才已经结束了, 第六那边, 就是看到四方个, 下面四方个可以代表这个地球, ok, 啊, 有看到, 啊, 三条青色的, ok, 黄瓜, 就好像, 三条青色的东西, 或者是kandy啊, 或者是, 啊, 或者是糖果的这样, 就是三条, 两条在下面, 一条在下面, 然后外面呢, 又有一条, 那跟我们讲什么呢? 这个, 这个使我想起一个荷子里面, 写着二三, 二十三, 二三, ok, 就是两条在下面, 一条在上面, 就是,呃, 两条在下面, 不是三条, 就是二三, 就是二三, 二乘三就是六, 二乘三就是六, 然后外面, 一条呢, 就是,呃, 两天, 我相信就是六号, 七号, 或者是七号, 八号, 我相信是六号, 一直跟我, 其实是六号, 六号, 七号, ok, 六号, 因为东方跟西方风格, 也就是差一个一天嘛, 好, 接下来就看到, 啊, 可以讲圣灵的手是, 啊, 好, ok, 已经准备一切准备好了, 那另外一个手就下来, ok, 就是看在上面这样, 上面这样, 就是说, 主耶书的手已经下来, 很近了, 很近了, ok, ok, 好, ok, 当然, 主耶书的手是下来, 借我们回, 把我们带回去, ok, 那第八那边, 就看到, 突然间看到一家人这样, 照一个照片, 一家人照照片, 这样, 是有两个男, 站在旁边中间, 三个女的, 前面, 一个女的, 但是不知道是谁, 也可以说是, 这边全部是六个人, 就是Signify就表示, 剩下六天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看到一个, 这个手机, 一个手机, 也是这个手机, 我用的手机, 然后呢, 他就一只手, 就是圣灵的手, 一个画面, 一个图片, 一个照片, 照片, 照片, camera, 照片那边, 然后他的手就划过去, 又到第二面, 然后又划过去到第三面, 那第二面呢, 就是我们每天, 我每天画的这个journal神奇, 是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一样样的, 但是没有去看到他的日子, 没有, 就是因为很快嘛, 然后又划过去第三面, 第三面呢, 第三面是, 只有一棒, 一棒以上一点点, 没有整面, 我刚才在想说, 是不是讲最后一天呢, 最后一天, 我们这边是半天过一点点, 给, 就是不是整天, 不是等候整天, 大概是可以说到中午, 不中午之后, 下午这样, 那下午的话, 东方就凌晨了, 好, 大家看, 这样的话, 其实, 有没有看十九那边, 四零四, 四点零四分, 是这样, 在下午五点十五分, 五点十五分, 五十五, 五十五, 是之前看到一个印象, 看到了两三次啊, 五十五,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五十五, 五十五, 那今天可以很清楚的讲说, 也是五点十五分, 五点十五分, 出了这个画面, 这个, 看到的印象是很大致的, 就是在我前面的前面, 就好像我画的这样啊, 就是我看到这个长方形啊, 四方格长方形, 嗯, 然后, 他里面写的字就是这么大哦, 用马克写的, 马克, 黑色的马克写的, 四, 然后滴滴, 零四哈, 那这个有一个代表性, 其实神在当中有一点, 给我看到事实, 是代表以色列的荒野里面, 走了四十年哈, 四十年, 那四呢, 是就是, 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 啊, 完成了, 完成了他的目的的意思啊, 所以四零四, 这个是不是时间呢, 讲到我们这边下午四点零四分呢, 那马来西亚那边大概就是凌晨三点零四分了, 我还是在追求神, 这个是不是时钟了啊, 是时间哈, 是不是时间, 那当然刚才第九那边, 我这个是十九, 刚才第九那边, 是最后一面, 是看到他的画面, 只有上, 呃, 一半再加多一点点啊, 就是配合这个四点零四分的哈, 好, 接下来第十这样, 是突然间, 看到前面有一个, 穿绝好像一个祭司这样, 穿着像祭司, 但是他不是说有颜色的, 是黑白的画面, ok, 就走到我前面, ok, 走到我前面, 啊, 之后呢, 我就看到什么呢, 我就感觉到, 啊, 没有, 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医生, 接下来另外一个医生, 很长的镯子, ok, 很长的镯子, 我这边呢, 我这边好像一只手, 我的手这样, 我的灵里的手啊, 就拿出一张纸白纸, 那里面没有看到是什么东西啊, 一张纸拿出来, 白色圣洁的颜色, 圣洁的, 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就看到, 圣灵坐在那一方, 其实还有其他人, 没有注意到, 好像有, 有, 比较近我这边, 又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好像是三个宠物啊, 然后, 然后, 嗯, 这个张纸拿出去, 放在桌上, 那圣灵就胜过来, 他就拿这张白纸, 这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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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 过去, 然后在桌纸上, 我可以看到,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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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呃, 吃饭的叉, 西方人用的叉, ok, 有四个牙齿的叉, 然后一个汤匙, 呃, 个汤匙, 西方人用的汤匙, ok, 有叉, 有汤匙, 还有一个, 好像, 圆形的, 呃, 比较暗的颜色, 灰色, ok, 过去是非常, 灰色的颜色的圆形, 就好像, 这个圆形, 我知道是代表, 这个通道, 回家的通道, 回家的通道, 那这个汤匙是代表救恩, 这个汤呢, 是代表审判, 就是要分隔了, ok, 丰收的时候, 不是好的就放在仓库里面, 就耶稣的仓库里面, 不好的, 这个独卖, 这些要废的, 就把它拿去火里面烧了, 所以为什么世界的末了是火烧呢? ok, 所以大家有家人留下来的话, 请大家记得为他们祷告, 他们留下来, 他们要经过天灾地乐,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住的屋子有没有稳定呢? ok, 这些都很难讲, 因为, 叫上帝怜悯我们马来西亚, 怜悯中国, 怜悯每一个国家, ok, 带领政府走正义路, 人人, 人类也走正义路了, 所以, 希望家人真的来到主面前, 每一天气, 就呼呼在神的面前, 那神就怜悯他们的屋子, 怜悯他们的衣士助洗, 给供应给他们, 然后, 所以呢, 那为什么看到这个画面, 刚才讲到圣灵, 那个只是这样, 因为我看到几个异象, 我就很难都爬起来, 哇, 你知道我真的很累了, 很难都爬起来, 然后所以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圣灵说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你要做完它, 那昨天前天有看到这个杯子, 我没有画下去, 真的很累了, 没有全部异象的画下去, 一个杯子, 然后牛奶, 就听到声音这样倒下去, 这个杯子就是, 我孙子庸的杯子就是, 蓝紫色的, 蓝青色, 蓝紫色, 不是蓝紫色, 是蓝青色的杯子, 然后有两个scroll, 一个scroll是紫色, 一个是红色好像, 就是要倒上, 哎呀猪啊, 还有这么多牛奶呀, 其实就是, 牛奶就是这些看到的异象, 这些信息啊, 但是我就是很累有时候, 那就是灵说你的工作要做完, 莉莉你要听话一点, 你多么辛苦, 你还是要爬起来, 看到就要爬起来, 画下来写下来, 要不然你等一下就忘记了, 真的很多异象就是, 看到了, 你没有把它记在脑海中, 真正的记住, 你就一下子就忘掉了, ok, 接下来, 十二那边就看到, 主的手是right hand, 讲三中五, 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 然后后面有三个手指, 是分开, 中间那边分开, 那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 就是讲到吧, 对不对, 然后后面三个手指就是三, 三就是什么, 停止了, 就是了, 就是停止了, 然后吧呢, 把就是家啦, 回家啦, 停止啦, 回家啦, ok, 那接下来, 有看到, 这个岸边, 岸边这个, 这个甲榜, ok, 船甲榜哈, 小船甲榜哈, 可以讲小船用的, 就是岸边的, 岸边上岸的甲榜哈, 就是, boat show date, 就是, 你上岸啊, 你可以走过, 走走走, 走回家, 还是走哪里啦, 就是上岸, 所以看到, 很大的在我的前面, 就是我们就要上岸了, 好, 接下来我在想说, 主啊, 真的我看到这个, 这个甲榜吗, 真的我看到这个, 这个date吗, 然后就看到, 圣灵的手, 可以说, 主耶稣的大拇指, 就伸出来说, 对啊, 荡啊, ok, 大拇指就说, 对, 正,ok, ok, 接下来, 我不知道多长多久之后, 就看到这, 大, 什么, 什么的, 大摩勒, ok, 当时它下面是亮光的, 很亮的, 然后写说, 大摩勒, 是说, 大什么勒, 大什么勒, Lily, 什么大什么勒, 大家, ok, 大什么勒, 就是大什么勒, big what, big what, 就是大字指道了, 大字指, ok, 大字指是背体那边, 那, 十六那边是这样, 我看到上面, 真的楼上的这个十一手卷, 突然间看到我的女儿抱着, 第二个孙子走出来, 那走出来的时候, 我的女儿她就穿的衣服, 通常她穿的我正的, 但是她的脚好像比较短了, ok, 后来给我出品智慧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身体啊, 这个慢慢的, 慢慢的会不见了, ok, 虽然我们现在还看到我的脚, 在世界的矫正, 但是已经上去了, 慢慢的, 今天又加一天, 明天又加一天, 就慢慢慢慢的, 我们背体的时候就突然间, 我们的身体就不见了, ok, 背体的那个时候刻, 突然间我们的身体不见了, 当时又出现在另外一端, 所以是进入一个维度, ok, 进入这个, 不是这个三维度, 不是三维度, 是进入另外一个维度, 进入一个, 就好像那天的起司, 对不对, 那起司了, 对不对, 突然间怎么会出现呢, ok, 还有她的, 之前有着起司的, 起司的包装, 怎么会出现在洗手间那边呢, 然后起司呢, 又出现在椅子下面呢, 还有之前蚁毛啊, 这些, 都是这样, 英语叫做, 就是从另一端到另外一端, 从一个维度到另外一个维度, 所以就是神, 这几天里面跟我讲的背体就是这样了, 所以突然, 家人跟我们一起, 突然间我们消失, 家人就看到, 突然间我们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大家为什么要, 给他们这个YouTube的link啊, 给他们知道, 这个背体这一件事情, 然后每一天给大家的信息, 要给他们知道说, 去哪里可以拿得到啊, 这些信息啊, ok, 去我们的YouTube, www.trinity blessing, ok, 888, ok, YouTube user, 然后Trinity blessing, 888, 就可以找得到了,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 一个, 好像你买, 很小啦, 很小的一个, 但是在我的面前已经很大啊, 就是盒子这样啊, 很小的盒子这样, 其实已经变成很大, 在我面前, 有Cherry, Cherry就是什么, 樱桃, 樱桃, 小的好, 没错的话, 是, 因为看到了消失, 我就赶紧去抓紧, 说数一数几粒啊, 因为它突然间消失的时候, 还有银子在我们脑海中啊, 还有银子, 所以这个银子呢, 就赶紧数一数几粒, 如果没错, 是五粒小的, 一粒大的啊, 什么五粒一粒大的啊, 就是还有啊, 六天, 就从不六天, 最后一天啊, 第六天呢, 就是大日子啊, 就是所以Cherry大, 其实呢, 好像是前几天也是看到葡萄, 葡萄好像是看到八粒还是九粒, 还有一粒呢, 是很大粒的, 就是剩下八九天, 然后第九天大概就是最大粒的啊, 就是很大粒, 几倍大啊, 就是大日子啊, 好, 第十八那边就是看到, 啊, 其实我先生在那边, 我是在这边, 啊, 我在, 啊, 呃, 一边, 然后, 我是看到有一个人走过, 看到我的左边那边, ok, 一个手伸出来拿着一碗, 一碗这个, 啊, 他的碗就是楼上用的碗, 小碗啊, 东方人用的小碗啊, 放汤的小碗, 现代人用的小碗啊, 放汤的, 然后这个小碗呢, 里面有东西, 但是没有给我看到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上面有这个汤匙, ok, 蛮大的汤匙, 然后, 呃, 又看到小茶匙, 那给我出名智慧就是说救恩到了, 呃, 要拿起我们这个是大茶匙, 这个救恩大茶匙给大人的啊, 那小孩子呢, 就是小茶匙了, 我们,